作為網友口中范冰冰的乾爹 洪金寶與他的關係一直樸縮迷來 關於妄想熱傳的送房事件 他用苟字做出回應 實在愛人尋味 洪金寶作為電影界的一代宗師 能夠得到他的提携與幫助 是所有演員想要的有力推手 在他的手下 誕生了許多影帝和影后 當然洪金寶的色星能力強大 眼光也非常的獨立 張曾志偉 劉德華等知名電影人 都曾在他的洪家班 受過培訓 受益匪遷 在香港沒人敢不給他面子 洪金寶為了拍攝一部電影 叫來幾十位香港一線大家參與拍攝 導致其他片廠被迫停工 功夫巨星成龍見了他都喊大哥 當年環和李小龍切磋過武功 他因為林靜英被人咒 成名後拋棄發棄 晚年更是非民不斷 洪金寶生於1952年出生於香港一個電影世家 他的祖父是老上海灘的電影導演和製片人 在上海及香港電影界頗有威望 祖母是20世紀20年代的電影女明星 有第一代女大聲之稱受家庭環境的分圖 洪金寶從小就對電影及武術感興趣 在洪金寶九歲的時候以童星身份出現首部電影斬路頭角 不久後他進入中國戲劇學院集務 與成龍等人結為師兄弟被稱為七小福 在學院期間洪金寶克虎訓練 對武術有著堅定的追求 成為大家供應的大師兄 奠定了自己在武術界的地位 1966年洪金寶加入邵氏影業 開始在電影中擔任武術指導 當時邵氏影業壟斷了香港的整個電影界 但是創始人邵逸夫的小器與尊皇 導致周文懷等人選擇離開 自立交和影業 交和影業後來成為香港動作片的發源地 李小龍就是在這裏斬路頭角 李小龍英年早逝後 交和影業急需新人接棒 周文懷選擇洪金寶為接班人 洪金寶也擴立了自己在港片的地位 他不僅出現電影 還成立洪嘉賓培養演員 因爲他身和李小龍切磋武藝 使他成為香港最洪的動作明星之一 到了80年代的時候 洪金寶的地位更加穩固 被稱為港片大哥大 但是他也有馬前失踢的時候 斯大林正應再一次愛出遊玩時 和一群江湖混混發生衝突 去撐場市的洪金寶也被咒了 嘴角被人踢傷 留下終身難忘的傷疤 打他的人 就是黑黑有名的雙花紅棍陳惠文 此事過後 洪金寶知道了自己的不足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事業上 側到多部賣座電影 讓自己的地位越來越穩固 在洪金寶暫在事業巔峰的時候 他與多名香港女星傳出飛聞 被稱為桃花大王 但是這些飛聞 從未影響他在娛樂圈的地位 唯一讓人們無法理解的是 在洪金寶功成名就之後 竟然選擇拋棄發棄 他的這個舉動成為人生最大的污點 1975年洪金寶受韓國電影公司 邀請前往韓國拍電影 在拍攝過程中結識了韓國女演員曹恩玉 曹恩玉不僅掌商甜美動人 還掌握韓語 英語和中文三種語言 成為了洪金寶在韓國生活和工作的 從要幫手 兩人工作之餘憑繁約會 很快就聚入了愛河 當時的洪金寶還住在事業上升期 為了獲得曹恩玉家人的認可 他向曹恩玉的家人鄭松承諾 會對曹恩玉一生珍惜 最終曹恩玉的家人點頭和意料者們親事 1975年洪金寶和曹恩玉正式登記結位夫妻 洪金寶最後抱得美人貴 婚後 曹恩玉跟隨洪金寶來到香港生活 他不僅照顧家庭 還充當洪金寶的英語老師 在工作上給予他很大幫助 到了80年代的時候 洪金寶的事業達到頂盛 他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 開始投身導演和主演電影事業 然而成功後的洪金寶變得嬌車淫逸 經常拋霸跳舞 夜不歸宿 曹恩玉再加雙夫教子 看不慣洪金寶的所作所為 兩人經常因此吵架 1988年洪金寶在拍攝過副新娘時 認識了1984年香港小姐冠軍高麗雄 高麗雄不僅相貌出眾 還看望重影發展 洪金寶盯上了這位美女 高麗雄也對成功的洪金寶陰配備字 在屬人介紹下高麗雄成為洪金寶的土地 兩人在工作中走得越來越近 洪金寶對高麗雄的傾心超然若竭 一個月很少回家看望妻兒 1991年曹恩玉提出離婚 洪金寶沒有挽留 很快就簽字離婚了 離婚幾天後洪金寶就和高麗雄閃電結婚 洪金寶還大半了一場婚禮 請來和前妻所生的孩子再婚禮上充當花童 高麗雄階級洪金寶後退出娛樂圈 投入到照顧介子女和家庭之中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 洪金寶的花心本性並未改變 她仍然經常傳出與其他女性的飛聞 面對這些飛聞 高麗雄選擇相信和支持洪金寶 也許正視她的包容 兩人的婚姻至今長勝不須 兩任妻子面對洪金寶的變心 做出了不同選擇 前妻反而離去後妻卻選擇寬容 這也預視著洪金寶未來 郭海營會沉迷花蟲 2002年洪金寶與當洪女星范冰冰 合作了電視劇《特警飛龍》 兩人的親密互動頻頻出現在鏡頭前 引發外界猜測兩人是否外媒 2005年突然有傳言說 范冰冰生了洪金寶的私生子 一時間輿論沸騰 洪金寶和范冰冰都否認此事 但飛聞已經破縮迷離 2011年64歲的洪金寶 又被拍到深夜與一名女子進出澳門酒店 再次成為艷雨飛聞的主角 此時媒體都集以為常了 洪金寶一生多情 即使再冒年也難改風流性情 她代女性親意隨和 卻又不善於控制私生活 不斷捲入飛聞 兒子洪天明 繼承了她這種生活作風 成天沉迷花邊新聞和美人跨下 然而洪金寶的姐姐飛聞 為她及家人帶來了麻煩 雖然高麗紅引氣吞聲 但曹恩玉對她僅僅於懷 她當初與洪金寶共生育三子一女 離婚後的曹恩玉再沒有結婚 一個人撫養四個孩子 在這漫長的歲月裡 高麗紅是否早已看透洪金寶 卻還是選擇守候在她身邊 這一次的答案也許只有他們彼此最清楚 飛聞不只是虛無飄渺的留言 而會相及家人和親密朋友 當紅女星范冰冰也深陷其中 從艷雨飛聞到偷逃睡門 最終人生跌入低高 者女需要重點退一下 當初范冰冰剛入港圈之時 還只是剛出道的小花 在當時圈內競爭的情況下 能得到洪金寶的幫助 也是她感到非常開心的事 對范冰冰欣賞有家的洪金寶 絲毫不掩飾對她的喜愛之情 只要她來到香港兩人定會見上一面 她指也非常親力 一度讓外界猜測不宜 甚至有不良媒體爆出 范冰冰是插足洪金寶婚姻的第三者 還為她生下一子等荒謬的言論 面對這些凶月來風的傳言兩人一直沉默 直到洪金寶再參加某次採訪時 在主持人魯裕的追問下 她終於重了口 洪金寶表示 我確實送了她房子 但是從沒進去住過 對於范冰冰的優秀洪金寶贊不主口 徵送房子是給新人演員鼓勵的禮物 她不是范冰冰的乾爹 此事覺得她能成大事便多加兆故 不放棄的魯裕繼續追問 兩人之間真的沒有親密關係嗎? 洪金寶久次回應 是真的 我也不會承認 再次讓她們的關係變得不簡單 除了范冰冰與洪金寶的關係 她的弟弟范城城的身世一直飽受爭議 當年一位7歲的小男孩黃凶出生 外界紛紛猜測這是范冰冰的孩子 兩人年齡相差太大 之前也從沒有傳出過風聲 洪金寶直接吸罵了 這麼多年也沒見狗仔 拍到兩人私下見面的照片 後面范城城也是直接出來闢謠了 她還是挺有擔當的 對此范冰冰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范城城城年後她採用一字聲明 證實了范城城確實是她的親弟弟 也希望網友們不要再隨意猜招了 自此洪金寶、范冰冰、范城城的關係 終於有了一絲明朗的意味 人生途中能夠遇到百樂很可貴 但圈中留言的威力也不可小趣 如今兩人已經閃小互動 都有自己的生活與事業 這刻刻反映了緣分的奇妙 一生中總會遇到很多有緣人 並不是每一個都會相伴一生 我們不得不警醒 生活不能堅真隨意 更要注意約束私生活 否則很容易忍入歧途 為自己和別人製造無窮煩惱 紅金寶的故事告訴我們 成名和地位不能換來幸福 反而更需要謹然慎 當一個人站在人生的高峰時 就更要保持理性和底線 以免萬丈高樓平地道 而如今的紅金寶已經很少出現在螢幕上 但是它的地位從未動搖 它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見證者 與專企人物 對香港影壇貢獻極大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